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精選歌單營造幸福氛圍 杜麗擔任婚禮歌手 中文台語總沒問題 還會走下台帶領大家拍手接唱 許多人也紛紛把握機會合照 懂得氣氛也是經驗的累積 跟跳完全一樣的感覺 大家都在吃飯沒有人在理你 那你會覺得是我唱得不好聽嗎 還是你會開始檢查 下次我一定要改 我要想辦法讓他們吸盡他們的注意力 你要什麼感覺 就是比較偏就是俗情 還是你要比較流行一點的感覺 彩排先確認新人需求 也能因應現場調整歌單 但難免還是碰過不發狀況 他突然都是過去上台 然後唱那個鼓手的鼓棒 然後就開始打鼓 就開始亂打 都很開心 然後媽媽就大笑唱歌 然後客戶都很嗨 他們開心就好 我希望我們客戶 每一個客戶就是可以得到 他希望的有的氣氛 因為杜力不只負責唱 還身兼老闆 從美國來台發展 大多數人從綜藝節目認識他 但其實杜力主力是自己開公司 成立表演團隊 在婚禮尾牙等活動演出 我覺得那個開公司 就是在我學的 在我學裡面的 因為我爸爸也是開自己公司 而且我也是學那個切慣民 從小我們就是有這個習慣 我爸就是買賣房子 當然我現在也是投資房產 旗下歌手還包括同樣 從美國來台的賈斯汀 身為老闆 雖然優點是對客戶有選擇權 堅持想堅持的專業 但碰上疫情關卡 也得辛苦撐住 大家會覺得 我的工作是節目 其實你知道 我的工作是我的社會 做婚禮 活動 結案子 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很認真的想過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經紀元拔掉 因為沒有錢進來 那我就還是要付薪水 那一個老闆就是要這樣 還好政府有一些 我們就申請一些補助 但是很小 來吧 這是我的小工作室 都播放一些黑人的音樂 嘿 回來了 在杜力小小的空間裡 有大大的夢 他說未來希望能幫助 更多在台灣的飛翼朋友 有自己的舞台 他也開始寫歌 目標打造 富有飛翼文化的中文專輯 這就是我爸爸上禮的 那一張我爸爸的照片 一定要在我電腦前面 我一定要看他 工作室的牆上 還貼有爸爸過去 長提點的大智慧 像是競逐者市 金錢買不到別人 對你的想法與尊重 杜力都時刻謹記在心 其實他最遺憾 就是爸爸三年前過世 他卻生在台灣 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說我都是去一年 他說沒關係 你的家 你的家 永遠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回來 如果台灣不能接受獨立 沒關係 你家還在 那我每次回去美國的時候 那媽媽可能會問我 你喜歡蛋糕還是蛋糕 然後她說 蛋糕吧 她是講一些奇怪的 爸 辣 當初因為大學畢業 表哥一句去台灣 意外改變杜力人生 從教英文到上節目當班底 一口流利中文 還懂做效果 迅速打開知名度 但其實杜力剛來台灣 連你好也不會講 爸爸媽媽媽也有一些 英文根本沒有的翻譯 只吃吃 那我要怎麼學 那如果要把它變成英文 我看它的時候 我第一個翻譯是想到英文 所以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方式 我應該是要學 然後就是看那些東西 我就知道它是她自己的聲音 不要再想到英文 但要全開 要不然沒有人看到我 就是要微笑啊 情學助音打下良好基礎 加上活潑幽默 讓杜力成為節目寵兒 卻也引來壓力 其實很多黑人看我上節目的時候 他們會不開心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為什麼可以讓他們 說這些開玩笑 有時候你硬碰硬 就會第一個我失去工作 第二個大家會覺得 我不好配合 之後我想說 不然我自己開始講 我吃巧克力 會不會咬到自己熟識 你講了第一次 大家可能會笑五次 一百次 他們會覺得 不合球 轉眼在台灣一代18年 還有可愛毛小孩 舊和Pina的陪伴 杜力笑說兩隻狗 四個歌手加上一個經紀人 現在牠已經有七個小孩要養 肩負的責任更多 杜力也更努力向前 走每一步都求有進步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